接下來是第三首歌 也是今天晚上的最後一首歌 然後在唱這首歌之前 就再一次謝謝大家今往上的到來 然後看到很多就是剛才說 很多一路走來認識的朋友 都在音樂的圈子 然後謝謝你們帶來愛 然後這首歌其實是一位 我很好很好的朋友寫的首歌 然後他寫的 其實他是把我很多年前的故事 寫成了這首歌 然後特別要感謝他 這位朋友在我一路走來音樂上 給了我很多的意見鼓勵 還有質疑學習的地方 然後很高興今晚上他也有在這裡 他就在那邊 他是張正德先生 我們給他一個掌聲好嗎 謝謝 謝謝你 然後其實這首歌也是我的一個故事 然後是很多年前已經寫好的 然後今天在編曲上有做一些改變 然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感覺就是 在16歲的時候你可能唱過一首情歌 然後二十歲的時候又在唱 唱多一次 然後二十六歲可能也在唱 可是那種心情已經不一樣了 然後這首歌 來到現在的這個心情 就是這樣的感覺 然後他的更名叫做開花不成果 然後送給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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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